今天要以外国人的角度来说说台湾演艺圈的MeToo movement 我虽然不是台湾出生长大的 但是我从小就跟着妈妈看很多台湾的综艺节目 我现在很少看电视 但是偶尔在社群媒体滑倒的时候 还是会对于一些现象蛮震惊的 首先就是男艺人在节目上讨论女性的方式 即便是美国MeToo之后 还是有很多物化女性的节目主题 还有一些让人看了很不舒服的中老年艺人 在当红的电视节目上评论他们觉得美女要具备什么条件 什么臀部怎么样上围怎么样 明明自己长得很恶还好意思点评别人 但这也不是重点 因为长得好看也一样不乖物化女性或者男性 因为如果我们把人当物品看 那么随便抚摸或是占有好像就变成很合理的事 再来就是我发现台湾演艺圈有一个很扭曲的观念 就是女艺人穿得很漏就是敬业 把这种女人当成满足观众色欲的工具的价值观 难道不会助长性侵害或性骚扰吗 我的意思不是说女人不可以自主的决定自己想要穿的性感或裸露 但这必须是自发性的 而不是被父权社会洗脑后所做的选择 我也很不认同很多人说 穿的露被性骚扰或性侵害就是活该 那我问这些人 如果觉得你长得欠揍就揍你一拳 那是你活该吗 还有就是吃豆腐 我到了今年2023年看台湾的电视节目片段 还是有看到男艺人在节目里把肢体上或是言语上的吃豆腐当成节目效果 好笑吗 特别是在美国MeToo movement之后一点都不好笑 我觉得很低俗 Clauseless and vulgar 我看到很多人质疑受害者是想蹭热度 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人特别是台湾人 不会想要蹭这种这么丑陋的热度 自接伤疤 又跟这些令人作呕的人扯上关系 现在这个时刻对受害者很重要 没有MeToo这个波浪的助力 性骚扰或是性侵害的受害者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发生 更不要说是被相信 为什么呢 一来加害者通常都会选择社会地位比较低弱势的人来当猎物 二来性骚扰或性侵害在法律上通常是很难证明的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事情都是突如其来的 没有办法留下证据 但是法官不判决不代表事情没有发生 我们没有办法确认每一个受害者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 但是我们可以确认很多加害者的时间到了 Time's up 现在台湾的社会已经开始消灭这样的人了 受害者终于可以看到曙光 加害者我们就目送你进监牢 Hasta la vista baby